欢迎收看NIA News 社关怀协会 台湾女婿为巴基斯坦同乡尽心力 曾经荣获新著名学习楷模的巴基斯坦籍台湾女婿罗阿里 她在桃园新屋成立台湾巴基斯坦社会福利关怀协会 为同乡尽一己之力 罗阿里说希望能够将分散全台为数不多的巴基斯坦同胞凝聚起来 提供给他们一个可以寻求支援协助的地方 桃园服务站主任林万亿说 罗阿里热心公益 相信在她的带领之下 一定能够为在台湾的巴基斯坦人提供更多的服务 支持新移民体感互动宣导交通安全 新移民刚来到台湾 不但要适应在地的食衣住行 以及融入台湾的风俗民情 出门用路更应该要具备基本的交通安全知识 以及良好的用路习惯 所以台北市经理所参与了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举办的活动 并且在现场设置摊位 利用影像体感互动和问答游戏 让新住民了解交通安全知识 达到交通安全宣导的目标 越南酒礼坚韧不拔 协助公婆经营餐厅 移民署台南市第二服务站主任陈和耀 日前访试了台南大内区 一间由一对越南酒礼共同经营的餐厅 他们将来台湾没多久 就面临丈夫去世和离家的困境 生计也出现问题 但是这对酒礼不离不弃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帮公婆撑起自家的餐厅 终于渡过难关 陈和耀表示 社会正需要这种正向的力量 也希望外界给新住民配偶 多一点鼓励与肯定 为文化搭桥梁 嘉义大学儿童剧团演出越南故事 为了传达尊重多元文化的理念 嘉义大学幼儿教育系师生 自组儿童剧团 演出改编自越南民间传说的故事 给小朋友欣赏 嘉义大学幼教系主任叶玉京表示 剧团每年都会策划 以多元文化为主题的儿童剧 到新住民比例较高的偏乡地区演出 希望透过戏剧 让孩子学习尊重文化差异 团长吴妙芬说 虽然演出很辛苦 但是看到孩子的笑容 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很值得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